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先仔细看一看这段视频 这是在3月16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航空投资峰会 及第七届中国航空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时的一段视频 很令人意外啊 没想到涡扇15发动机已经开始量产了 下面有请6号项目团队来自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的张勇进行项目展示 掌声有请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上午好 我叫张勇 来自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我们团队汇报的项目名称是 航空发动机用 高品质变形高空核心制造 汇报内容分为五部分 一单位简介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成立于1956年 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也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主张部分 现有院士三人 单位主要从事发动机 飞机 监禁产制开发及产业化 这张图显示的是变形高空核心在航空发动机动的应用部位示意图 可以看出变形高空间自备的零件 包括盘件 环形件 紧固件 板筋件 竞端叶片等 总力多 用量大 但是与进口材料相比 目前国产变形高空间材料存在着 条带的偏锡 加战后的聚集 黑斑 白斑 等解决缺陷 导致我国航空用的变形高空间材料 大量进口 同时 由于眼睛质量的控制 价格成本等原因 采用先进的三连容量供应自备的变形高空间材料 也没有得到推广应用 随着我国航空用变形高空间材料的 使用用量的助点增加 突破变形高空间材料制造关键技术 解决我国航空用变形高空间材料的 进口依赖问题 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那么与其他领域使用的材料相比 航空发动机用的变形高空间材料的特点是 眼睛质量要求高 性能指标控制研 简直项目多 研制技术难度很大 我们团队在科工局关键材料公关 总装预言 等课题项目的支持下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 掌握了航空用变形高空间材料的 系列先进制造技术 其中有四项关键技术 一 君子存机性三列熔链技术 二 大规格磅产 成分均匀性评价技术 三 核廉元素精神测试技术 四 偏息率也计缺陷 高粒敏度超成简直技术 可以自信地讲 一旦美国禁止航空用变形高空间材料 出户中国 我们的产品完全能够替代静候 下面我汇报的四项关键技术 一 君子存净三连熔链技术 真空感应熔链加电瓦充容 加真空电荤充容 制备高温合金材料的工艺优势 已经被国际高温合金界说证实 与单链和双链相比 三连熔链供应自备的高温合金材料的 存净度更高 眼睛缺陷更少 使用更可靠 在科工区技感 行创公关等条件建设项目的支持下 我们团内见证了 变形高温合金材料的 科研生产四位平台 掌握了先进的熔链技术 制定了标准规范 申报了一系列的发明专利 这是我们授权的部分发明专利的证书 关键技术二 大规格榜材 成分均匀性评价技术 目前国内外主要采用定性的方法来评价 变形高温用榜材这种成分偏息 存在着 依赖经验 误差 交大等问题 我们设计了取样方法 结合统计计算 实现了定量评价 填不了国内控盘 那么一双技术 在国内相关单位 也进行了工程应用和验证 一些产品牌号 也实现了批生产交付 以下面这是应用证明 同时呢 我们把团队自备的 三列容量高厚所流的榜材 与进口美国的榜材 做了一个质量对比 那么在研究缺陷出现概率 经历度等级 加杂物的分布 油和原素的含量方面 完全达到了美国榜材的水平 以上的技术成果 在以刘大祥院的为助长的 技术监定专家组 监定以后认为 项目技术难度大 技术可控 创新显出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技术成果在2021年 我们获得了 国外科技进步奖 关键技术三 恒量元素精准测试技术 典型的微量元素 对航空用高屋恒量材料的性能 有重要的影响 那么精确地检测 并控制高屋恒量元素的含量 对提升我国军工 主汉材料的引进质量 意义中大 这项技术的创新点在于 我们采用了多次统计分析的方法 绘制出了精准浅测的工作曲线 进一步提高了测试结构的准确度 这是我们获得的 航空学位的科技进步奖 以及授权的发明专业证书 最后一项关键技术是 偏心力解决缺陷 高粒密度操作简测技术 偏心力解决缺陷 是高温核心支架中检测的一个国际上的难题 我们测试对比四块 开展水晶聚焦探头 与双距离探头检测方法对比研究 突破了变形高温核心 高粒密度高分辨的水晶简测技术 在国内向国单位进行的功能验证 这是这一项技术 授权的部分发明专利 以及获奖的证书 同时也把这一项技术 与国外的水平进行了对比 我们的简测精度 完全达到了美国技术的水平 中国航法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具有六十一件的航空材料 研制及英文技术的研究基础 也是行业标准的主要编制单位 我们团队一直从事航空发动机 材料的研制及检测分析的研究 技术技术深厚 工作经验丰富 这是我们承担的一部分的 国家科研项目 项目带同人专业能力强 附设完整的科研项目 又四十一项 2010年入选北京市科学学生 这是我身保的部分发明专利 发明的文章 以及自定的部分军工主干材料 标准规范 我们的技术成果 在沃扇C系列发动机 无线十五十九二零 等发动机信号统都获得了应用 累计创长的经济效 已经超过了三亿元 军事价值和社会价值显著 本项目掌握的 高品质变形高空间材料 制造技术 自主可控 每个环节都用自主制度产权 层数度高 技术风险很低 以上是汇报内容 谢谢各位评委 好 下面进入到评委题位环节 有请评委举手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套技术的话 开发确实很有意义 我想问问 你的这套技术和国外的 有没有更多的创新 还是把它的工艺重复了 我们这项技术呢 它是一个技术体系 我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从材料研制到检测 它系统技术体系 比国外有创新 我刚才我就给各位评委 汇报了一下 我们是在科工局的关键材料公关 总装议员等 三十多个项目的支持下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 我们掌握到一套技术 好 其中有 不用回来 第二个问题 那个假设 我们现在马上要用这套 你说的这套技术体系 进行批量生产 你认为还需要做哪些改进吗 或者需要做哪些投入 技术方面 所有的技术瓶颈 我们已经打破 所改进的 就是要把这个产业链 做得更通畅 更顺流 因为现在 就是 简单插一句 沃杉石 沃杉石15 已经适应了 拼出产销布 材料已经固化 那么 沃杉石9 20和5代 它重置于选材阶段 给我们都开了一个流水 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产业链 就是设计师 给我们开的这个流水 要做好 做强 也就是说 在工业化生产方面 还是有 比较好的 比较大的改进空间 和投资空间 是不是这个概念 是的 好 问完了 好 有请评委继续提问 我们现在 很多装备 这个 受制于发动机的 这个时代 已经结束了 你比如说 沃杉石 沃杉石5 已经装机 是 我们现在批量生产 再不受制于人了 我们很高兴 那么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 沃杉石 沃杉石5 这些发动机 上面用的这些材料 我们国产化率 现在有多高 然后今后 如果我们要实现 国产化 我们还有哪些瓶颈 要突破 谭总 您问的这个问题 很好 我前段时间 刚刚把 沃杉石C的 国产化 做完一个 系统的统计 这次配合了606所 基本上 我们现在能做到 这个数字就是 98%以上 因为 我 所有的数据 都汇总到我 有20多家配套单位 有9万多个零件 国产化率 基本上98%以上 这一天可以肯定 剩下的那几个 就是三类件 时间到 我们完全 近年能够解决 好 我们有更多机会 在线下跟评委老师 进行沟通 我们掌声感谢 6号项目团队的 精彩路演 先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航空投资峰会 是国内唯一专注 航空产业链投资促进的 全国性高端对接型会议 中国航空创新创业大赛 在空天动力 新材制造 智慧迷航 无人系统 以及科教文创五大领域 发现优秀项目 汇聚产业要素 将赛事与地方产业发展相结合 协助专精特新企业 与产业金融 广泛对接 发挥行业 创新枢纽的促进作用 整个峰会分成很多部分 而最吸引大家的是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张勇的演讲 他们公司主要是从事发动机 飞机及其他国防科技工业 和民用领域先进材料研制 开发和产业化 以及材料热加工 性能分析评价 比划测试等应用技术研究 说白了 这家公司主要业务 就是所先进材料的应用和产业化 以下是现场重点内容的实录片段 张勇称 涡扇10 涡扇15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交付 材料已经固化 那么涡扇19 20和5代发动机 它正居于选材阶段 给我们都开了一个流水 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产业链 就是设计所给我们开的流水 要做好做强 渔峰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生产方面 还是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和投资空间 是不是这个概念 张勇回答 是的 唐军的问题 很多军事装备 受制于这个发动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比如说涡扇10 涡扇15已经装机 我们现在批量生产再不受制于人了 我们很高兴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涡扇10 涡扇15这些发动机上面用的这些材料 我们国产化率现在有多高 然后今后如果我们要实现国产化 我们还有哪些瓶颈要突破 张勇回答 唐总您问的这个问题很好 我前段时间刚刚把涡扇10c的国产化做完一个系统的统计 这次配合606所 基本上我们现在能做到这个数字就是98%以上 因为我所有的数据都汇总到我这 因为20多家配套单位有9万多个零件 国产化率基本上98%以上 这点可以肯定 剩下那几个就是三类件 我们完全能够尽快自行解决 对话内容证实了涡扇10c这一型号的存在 并且零部件国产化率高达98% 剩下的2%也不是核心零部件 而是市场不稀缺的三类件 即便真的被断供也不用担心 完全可以快速自行研发替代进口产品 对话内容也证实了涡扇15已经完成批量交付 这说明涡扇15已经定型了 只有定型后才能量产 更重要的信息是涡扇19、20和5代发动机 它正居于选材阶段 这个信息太丰富了 涡扇19将装备间35舰载机 涡扇20将装备于20 而5代呢 这个就令人振奋了 这个5代指的是发动机的第5代 对应的应该是6代机的动力 便循环发动机 结合张勇所作的报告 不难推测 中国高温合机航财已经获得重大突破 该技术不仅已应用到涡扇10和涡扇15的量产中 而且还将用于涡扇19、涡扇20 甚至是下一代的变循环发动机 总结一句话 涡扇10、涡扇15进入量产 涡扇19、涡扇20和5代变循环发动机正在研制 处于材料选行阶段 期待中国6代机动力早日取得突破 中国6代机早日首飞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